从事素食外汇十多年 叶居士也希望和大众分享 她在煮食时的心境 叶师姐从事的是素食外汇的工作 碰饪对她而言是很简单的 只是做生意讲求的是快速 偶有利益发生时还是会产生冲突 而在道场里煮着拿手的素食 虽然场地一样是闹哄哄 但心境却是清凉的 结识了很多的师傅 也听了很多师傅的开示 叶师姐坦诚地说 虽然知道修行要先修心 但是脾气真的不好改 个性不好改 真的 其实个性 我每次在家里只要担到铁枣 因为我是急性子 就会嘴巴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旁边的人会受不了 可是来佛师煮菜不一样 就不会啊 就很自然就不会这样的 那个心境啊 以前的工作压力大 容易乱发脾气 还好有家里的人支持 让他能够找回自己的心性 说起这一段过往 叶师姐哽咽地说 很感恩 比较近啊 来这里听到那个师傅他们在唱诵的话 就是有时候会流眼泥 可能每个人的姻缘吧 想进来的时候就不想再出去 就这样而已 对对对对对 我的工作是喜欢去厨房帮忙 我是比较不善于去唱诵啊 我比较动 我喜欢用做的方式 学佛不一定要熟读经书 师姐说每个人的根气不同 像他十多年来还是只会念大悲咒 但不要因此气馁 学佛主要是心境 保持一颗欢喜心 就一定会有收获的 十方新闻郭一文 许建益 屏东采访报导